理财APP 其实大陆已经预备好了备案 就是说虽然它这是没有Google的服务 但是它可以先在中国内部卖 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Google的服务 那我们现在的了解就是 它可能会把比较旧款的手机 用比较便宜的方式往海外去行销 但是这一款手机出来代表这个华为 就是不放弃它一定要再继续往前进 是也就是大陆市场够大才能这么做对不对 对它先用中国内部市场来支撑华为的这个发展 是那目前呢大陆是不是正在建立一条 没有美国公司也能运作的供应链呢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投资大众注意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当亚洲四小龙今年上半年 都出现一个皮态的时候 其实台湾的IC设计跟半导体领域 这个股价常都是在今年5月以来 都是逆势的往上 而且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幅度 那我们再去分析跟这个采访之后发现 最主要的一个支撑力道就是 原来在华为投买的零组件之外 还多了一个新的领域 就是它本来跟美国买的零组件 现在改跟台湾的厂商 不管是买相关的产品 还是合作一起生产 所以多了一些新的订单 是难怪台湾半导体产业 今年的表现好像是很不错 主要是和大陆供应链去美国化有关 对不对 对因为对华为来说 这是一个不能后退的一个选择 我们有在杂志里列了一个表 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8月19号美国又公布了一波经营的名单 虽然它这个说它有宽限期 但是这一次Google Google Mate 30的事情让大家发现 Google跑出来说 那是旧款的我才能够卖你 新款的对不起 那也不在宽限期的范围内 所以对华为来讲 它要如果要继续生存的话 它就必须要建立一个 被经营风险最小的一个供应链 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华为这家公司 我们知道美国这种川普对华为很感冒 常常放狠话来亏华为 那目前华为主要的营业项目有哪些呢 其实它最主要是这个网络的基地台 就是我们电信等级的基地台 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手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规模 它一年的营收 大概是新台币三兆左右的一个规模 哇 富可敌国对不对 对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公司 是 那我要请问宏达 是目前在华为的供应链当中 有哪些必须被取代的美国零组件呢 我想在这个通讯相关的 不管是这个社评 因为我们台湾擅长的是这个逻辑用的IC 那社评牵涉到这个一些类比的一些技术 那过去呢 这个全世界是美国的公司 像这个Skyworks这些公司是做得比较好的 但是这也是因为华为是我们刚刚讲 它是做通信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是它的核心 它现在就必须想办法 不管是跟别人合作还是怎么样 自己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一个零组件 是 提到社评 其实一般听众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啦 宏达说解释一下什么是社评 就是说你拿起手机拨号的时候呢 是靠这个社评的IC呢 它去跟记忆台沟通发出一个讯号 说我们现在要开始通讯了 安排这个怎么样去连接 怎么样去确保说你的通讯品质 所以这些东西呢 品质不好的话呢 会通不了话的 会断话 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零组件 对 而且在5G时代呢 它的用的数量可能会增加三倍 哇 那那么庞大的商机 台湾有没有哪些厂商 可以捡到便宜或可以受贿呢 所以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它不能够跟这些美国大厂 什么这个Skyworks 或者是其他的公司买 他们其实转过来跟台湾 这些公司在台湾的代工厂 就开始加大合作了 是 那台湾是哪些厂商呢 比较有名的 比较听过的 我想文茂跟宏杰科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公司 我最近经常听到文茂这两次 跨费这两次乍翻了 所以文茂就是做摄平零组件的对不对 它是做这种化合物半导体的公司 跟这个单纯的细晶圆是不太一样 材料不一样 你刚刚还有提到一家公司是 这个宏杰科 宏杰科 两个都做摄平零组件 对对 因为宏杰科也特别值得提 就是它今年下半年要扩厂 才能够增加一倍 所以我想说按照一般的这个产业的原理 今年的手机其实是一个微幅下滑的一个市场 我想它一定是看到了这个未来的这个需求 所以它才会大幅度的扩厂 是 这个文茂最近在股市分析里头一直被提到 那听说它最近的这个营业也很不错 那它到底帮华为做这个摄平做得怎么样 它的量有多大呢 它应该是全世界在这种生化种的半导体里面 算是全世界排名数一数二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公司 那所以呢在之前Blockon 就是美国的新博通 其实还用两百多块的价格去入股了这个文茂 就证明它的重要性 因为不只是这种无线的通讯 光纤通讯的一些讯号的发射 也需要用到这种化合物的零组件 那我们刚刚讲到5G 其实它会牵涉到很多 因为速度要更快嘛 它会用到一些高频的一些讯号 那这些就要用到一些新的这个材料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化合物的半导体 是所以稳貌的技术水准应该是很不错 你刚刚说全球是数一数二的嘛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值得投资人去研究的公司 比如说像汉磊 汉磊啊 它今年也就是他们的董事长 其实就今年说他们也打进了这个华为的供应链 那因为他们做的是另外一种高频的材料 所以今年它的这个股价表现在过去几个月里面 也是正在开始发酵 所以这些也就是所谓的华为概念股对不对 它华为的去美化供应链 然后亚洲供应链里面的一个受惠者 是 那我们也知道刚刚除了提到摄频之外 通讯晶片方面台湾厂商也可以受惠 那帮华为代工通讯晶片的包括哪些厂商呢 我想在另外的代工厂里面 其实最主要是台积电会有相当大的受惠 最近呢这个外资把台积电的目标价 就调到280多块 有的还调到300多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台积电在第二季的法说会 展望第三季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 其实是整个市场是恐慌的 但是台积电认为说全年其实 就是第三季跟第四季会出现一个大幅的成长 那由于这个美国跟韩国 其实5G还在发展的初期 其实很大的一个动力 我相信是来自于中国发了这个四个5G的执照 那现在我们的了解是华为为了去美化 它就是很多美国不卖它的晶片 它自己设计 但是呢它就交给台积电来做生产 那同时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它就请这个中心来替它生产 所以呢这里面从这个封测 像台湾的很多封测啊 测试的这个公司啊 最近的股价都非常的好 因为你新的晶片出来你要测试 要封装 所以不是只是台积电一个公司 整个产应链整个供应链都收回 是你刚刚提到5G啊 刚也提到说大陆宣布发放四张5G执照 目前大陆的5G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啊 其实原来的计划是要在过一年才会发放的 那今年5月由于美国对于这个华为进运 所以中国非常快的在6月就宣布要发这个执照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华为是一个做电信设备的一个大公司 所以当各家电信业者要开始建这个5G的网络的时候 华为就会得到这个营收跟市占率很大的支持 那因为华为不只是卖电信设备 它也卖手机 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很多新闻说 华为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市占率大幅的一个上升 那目前的计划就是应该到明年 中国的5G手机会非常快的速度在普及 是您刚刚有提到包括台积电啦 还有一些厂商可能会因为大陆升级5G而受惠 对不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晶片商啊 这个联发科 他和高通以前是竞争对手嘛 那华为过去用高通的晶片是比较多的 用联发科是比较少 现在有没有倒过来的现象啊 这是非常可能的 因为过去其实在这个竞争上面 高通一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但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情势之下 其实现在的情势对联发科是有利的 因为华为为了要去美化 他必须要更多的去考虑美国之外的这个供应商 那这一次联发科呢 过去联发科是在市场成熟了 他可能会慢个一段时间才推出最新的产品 但是这一次呢 他跟高通推出这种最新的5G晶片的进入市场的差距 可能只有几个星期 或者是几个月 所以这一次联发科很快就会进入市场 那由于华为他要大力的来发展5G嘛 那除了这个用自己的晶片之外 在中低阶的部分 相信他一定也会找这个配合的厂商 那我们看到 其实联发科在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社评 或者是PM 或者是整个跟手机相关的供应链 他有非常多的一个投资跟这个技术的准备 所以我们相信当这个华为要找一个人来跟他合作的时候 联发科一定会有角色 是 那我也知道在网络晶片 高频材料这两方面 听起来都是很科技的 这两方面 其实台湾也有些厂商可以提高市占率 对不对 因为这个华为的去美化 对 这个网络就是指的我们一般用的这种有线的网络 这个部分由于他技术比较成熟 所以华为可以比较容易的来自己设计或取代 那而且这个华为他做的是电信通讯 后面其实都要连到一般的这个网络 他的讯号才能出得去 所以这个部分的规模也是会相当大 那在台湾的像瑞玉 他其实是这个PC用的Ethernet 全世界市占率最大的一个公司 那其实他是很有一个机会的 是 我们知道大陆去美化 其实有一些风险存在 万一说美国他严格执法的话 华为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不对 当然美国不会 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大事记 美国并没有放松对华为的这个施压 那但是这里就充满了变化 因为这个有人说如果可以对华为放松而换到这个整个中美贸易达到一个协议的话 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其实美国给华为的压力并没有放松 甚至有人说现在其实在华盛顿在讨论的是中国跟美国的供应链要不要脱钩 如果脱钩的话这个对台湾的供应链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因为过去是全球化的时代 大家就是只要哪里效率最高就往哪里做生意 但是在这个中美贸易上面有很多非经济的干扰的因素 如果脱钩的话那可能就代表政治力的干预会越来越多 那可能到时候连台厂可能如果美国出台一些新的方式的话 这是台厂要小心的一个风险 是如果大陆跟美国的供应链脱钩的话 台湾厂商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知道现在是左右逢源嘛 那未来会怎么样 就如果真的要求脱钩的话 那可能变成这个必须要成立别的公司会跑出来 就是这个比方就是过去在这个有核建案 所以就是为了说这个你可以在大陆有个公司 或者在别的地方有个公司 可能台湾会被迫要去想办法去这个建立一个公司 但是它证明是跟它没有关系的 所以的话人家说我现在规定 我就是要一个跟中国没有关系的这个供应商的时候 可能会失去一些市场 也就是说不能和大陆扯商关系对不对 就是要看未来的走向 如果要求到两边的供应链是完全不能有关系的话 那这件事就会变成一个压力 是所以台商也要注意 这个未来可能的风险 好今天非常感谢财讯双中汉记者林宏达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宏达 谢谢